我们市政府的圆明会 今年5月高雄市议员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 为了桃园区梅山里元宝地 划出国家公园案进行协调会 经过两个月时间 梅山元宝地归还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土地的变更编定也因此被搁置 梅山地主担心会影响元宝地 领地补偿的申请资格 所以都很希望政府可以早日把问题解决 高雄市圆明会表示 5月协调会结束后就发文给中央圆明会 到了7月还是没有收到中央圆明会的函事 7月又再次发文请中央圆明会核定 所以我们就报请中央的原住民主委员会 希望他能够帮我们去做函事 看是否要践行原基法第21条的规定 中央圆明会核定下来以后 我们地方政府会按照中央圆明会的规定 来办理土地编定的作业 针对高雄市桃园区梅山段元宝地的问题 中央圆明会回应 画出国家公园的土地都必须各案处理 所以需要知道每一笔土地的实际范围 以及是否有限制原住民族利用的情势 如果没有明确的资料就很难做核定 中央和地方沟通公文晚来两个月 但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 梅山部落地主担心影响收回土地的骑程 更担心无法赶上今年的元宝地 林地补偿申请 记得巴兰高雄市 成本报道